中国自主研发的宇宙飞船 都用神舟来命名 而这个先进的命名方式 原来与古代神话有关 西晋时期的神怪小说博物志 记作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相传大海和天河相通 每年8月都会有浮木穿梭两地 有一个人住在海边的沙洲上 他看到海里的浮木觉得很好奇 有一天他鼓起勇气登上浮木 浮木就这样载着他来到天河 来往海天之间的浮木 就是古代的神舟 这个故事代表了古人探索宇宙的勇气 中国的宇宙飞船命名神舟 亦正正体现了这种精神 这份好奇心 将人类引领到未知的世界 开拓更多可能 明镜需要沙流